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永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5章 多用户留意系统3.7版设置积分 那么在上一个版本中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做了一个修改功能 只要点击了修改 我们修改的主题之后呢 这边就会产生 就可以把这个内容给修改掉 而且还可以在这边显示一句话 叫此文章由谁谁谁 于什么什么时间修改过 对不对 OK 我们这边登录一下 登录的时候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错误啊 好这样登录是没问题的 你看 但是呢 我这边少做了一个东西 大家看啊 我密码也写的是对的 我这边的写 我写了五位 大家看一下 验的马错误对不对 我写六位 看到没有 叫一出 我们这边用的是整形的 而且刚才那个叫长整形的 所以这边会出现个错误 这个错误我们在3.7版本来更正一下 好 我们到3.7的版本 就是其他 网友同学 还有在座的各位 你们也回去测试 看看能不能搞死 就是搞成这种状态 就是说把我这个程序搞了 搞了出错了 搞了出错了 说明有很多这个错误 还没有判断啊 判断 那么我把这个3.6呢 粘贴一下 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好3.7的版本 登录 延日 123456 这边输入123456就会错 对不对 那么第一种方法 把它改成长整形 哪张页面 login due 对吧 login due 把它改成长整形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长整形 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123456 不会错了吧 你输入再长一点 也不会错 对不对 也不会出错了 好 那么这是一种解决方法 它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呢 还有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可以不改的 不改的 比如说sync 可以不改 那么我们打开 login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限制嘛 对吧 验证嘛 好 这个什么意思 max 什么意思 限制它输入的长度 最大为4 看一下 12345555 我第五个已经按不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第五个已经按不出来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你这个没有清除的时候会有问题 我把这个清除掉 好 把缓存全部清除掉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你看它不会有下拉菜单了 123456 44444 按不下去了 所以这样不会出错 4762 这样子 那么为了保险 你这边其实还是用什么 就是刚才那种情况 它有下拉菜单的时候 它还会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样就完全没问题了 点进去 那么登录了 登录之后呢 我们修改一篇文章 比如说 把这篇文章修改之后呢 点击修改 点击修改文章之后呢 这边就会产生 2009年7月22号 7月22号 对吧 才修改过的吧 再修改看看 点一下 看一下 8点14分10秒钟才修改过的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那么上节课还忘了做一个 就是说这个回帖还不能编辑 回帖还不能编辑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下 好 回帖其实跟楼主是一样的做法 那么我们打开的是这张页面 3.7的 搞清楚是3.7的页面 那么楼主是这么来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打到楼主那边 那么就在这里 如果IsName的 request cookies isName 也就是说 这个楼主的名称 和你登录的名称 如果相同 就可以编辑它 那么下面这个回帖的人呢 回帖人这边啊 我们应该把它 这个位置放哪呢 也放放这个 放这边啊 放这个2这边 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这边复制一份吧 也是EM对不对 好 这段复制一下 放到 看看 放哪 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好 H2拿下来 在这里 看一下 编辑编辑 全部有编辑 但是要做个判断 要做个判断 做什么判断呢 好吧 把这个去了啊 这个先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不是取得 你看啊 没有东西吧 非法操作 看任务栏 它并没有取得这个ID值 我们要判断什么呢 首先要这样判断 大家来看 如果谁 就是这个回帖的人 回帖的人是谁 告诉我 use name 对了 回帖的人等于什么 request cookies 然后呢 use name 对了 如果回帖的人等于 cookie登录的那个人 那么才显示 ok 好 测试一下 全部都没有了 好 第二个不是小甜甜吗 第一个是我 我用延日登录的 所以这边有编辑 那么小甜甜 这边没有编辑 现在我用小甜甜的登录 小甜甜 123456 6594 6594 好 登录进来 我们再进去 你看 延日的这个也没有了 小甜甜的这个有了 点击进去 非法操作 为什么 没有传值 ok 好 在后面加个问号 show id 等于谁 括号 rs括号 gid 取得回帖的 那个帖子的id 就用这种方法去 自己去理解一遍 ok 好 点一下 看到没有 就两个 好 回过来 再来看 小甜甜 是不是顶 再加一个楼上 封了 对不对 ok 我现在顶嘛 我把它再给大一点 80顶 对吧 然后我再换一张图 我不要楼上封了 我要 哎 洗澡了 都是泡泡 好 点一下修改文章 这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 我怎么会跳到这个地方来了呢 跳到这个地方来了 ok 大家看 是不是顶变大了 然后是泡泡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 你这边 你修改它的时候 它是回到这边的 但是它是多少 它是81 它然后直接回到81吗 大家想想 对不对 回到81吗 不对 因为你用延日登录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123456 9657 9657 你用 我是楼主 我楼主编辑的话 我是79 我修改过之后 我反为79 对的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用小甜甜的登录 123456 6830 我用小甜甜的登录 我修改的是小甜甜 这个 我顶 我这边打上 狂顶 好 这样子是没错的 但可是 它跳掉的时候 它是单独的一篇文章的 虽然在这边没有 对不对 虽然在这边没有 然后呢 还有个什么问题 还有点进去的时候 哎 这边是对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让它也回到79呢 OK 那要这么来 我们打开那张页面 叫编辑的那张页面 是编辑吧 编辑不谈 编辑拿到了 好 如果是楼主 就什么都不发送啊 你看 楼主是这么发送的 它直接就是发送一个 发送了一个 short id等于short id 好 那么 回帖的人 发送的也是short id等于short id 对不对 那么我这边就要做个判断了 在哪里做判断呢 我们来看啊 呃 我看看啊 再打开那张页面吧 看一下 首先它接收的short id 如果是楼主 没错 对不对 如果是楼主 它是没错的 那么在之前 我们要这么快判断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点小甜甜的时候 点编辑 我们这边是81 它点了修改文章之后 返回的就是81 错了 它应该返回多少 返回79 因为它不是阻力 它是跟铁 跟铁的话 它应该返回这个阻力才对 对不对 而我们如果用延日登录的话 你修改主题的话 它返回的确实是79 因为它发送的就是79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发送一个值 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了 应该发送两个值 大家来看 首先你要在这边来看 第一个 在楼主这边 我们加一个字端 大家来看 sit等于 sit 这句话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 我用延日登录一下 123456 9936 好 登录进去之后 我们点击编辑 大家看 show的id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它要修改的是哪一个帖子 修改的这个主题帖 那么sit呢 它要返回的哪个主题页面 因为这个帖子也是主题 这张帖子又是主题帖 所以他们show的id和sitid是一样的 明白 所以我这边要接收一个 到你用这种方法去发送的话 就能发送两个值 一个show的id等于79 一个sit等于79 那么我下面呢 大家再来看 也给大家加上一个sit等于 sit 好 那么我退出 我用小甜甜登录一下 7045 好 点进去 我现在点小甜甜的点题 大家看到没有 show的id是81 81就是它的这张帖子 而它所数的那个主题帖是多少 告诉我 就是79 看到没有 好 有了这个方法 是不是能返回两张页面 不管是主题页 还是跟帖页 都能返回这个主题页 OK 那么你这边就要做了 你这边不能只接收 本来这个没有 不能只接收show的id了 还要接收刚才我写的side 对不对 刚才 side 把它改成side 好 还要接收这个 那么这个呢 没有show的id不行 那么这边再复制一个 没有side也是不行的 好 把它改成side sid 对吧 sid 那么他来判断 这个主题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就不存在此数据 如果你要编辑它的话 你如果不是这个回体 你不是发解人 你不能编辑它 当然 你现在又要判断东西了 再来判断一下 是否存在主题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发过来的是79 如果你把它改成179呢 其实没有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81是9的 你这个马回过去 回到179这个主题不存在 所以对它还要判断 对不对 好 点一下 点编辑 OK 那么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好 这边还有个 call s close s 把这个改成side就行了 好 side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不存在此数据 表明没有主题 表明 没有主题 主题不存在 好 那么这边打个 and if 如果出错了的话 都要关 那么把这个都拿过来 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好 不存在主题 不存在主题 然后这两个都关了 好 我们来试验一遍 179是存在的 我这边改个 279 看到没有 这个被执行到了 这一段被执行到了 不存在这个主题 不存在这个主题 那么 这个改成181 这个改成181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存在此数据 就是你要修改的这个帖子 不存在是执行的下面这块 所以两个都要判断 两个都要判断 自己去把它搞明白 自己去把它搞明白 OK 好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编辑了 点击一下 我们这边就要 它这边做的一个隐藏之段 一个是short id 你这边就要再做一个了 side id side id 对不对 你接收到这里的时候 它传过来 一个是short id 还有一个side id 还要接收过来 side OK 那么没有side也不行 这边要多写一句 复制一下 没有side side side sid 好 那么不存在此数据 不存在此数据 那么同样的还要做个判断 对啊 跟那边一样的 我直接把那边复制过来了 要判断这个数存在 经常要判断存在 好 不存在表明主题不在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判断的sid 表明主题不在 好 全部存在之后呢 来来看 找到这个修改之后 跳的时候 我这边只要改个side就行了 明白 这边只要改个side就行了 自己去理解一下 我这边比较快 因为用的复制 好 自己去理解一下 你拿到视频之后 把原代码打开 一个个的过去 一定要搞明白 好 我这边 已经把这个做好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主题的修改和回题的修改 能不能达成一致 2034 好 主题修改了 我现在修改的主题 确定 79的79 修改成功 79没错 OK 我现在用小天天登录来修改 回题 7202 好 小天天是不能修改主题的 只能修改回题 点击一下 回题我点击 修改成功 确定 大家看到没有 返回的还是79 而不是81 看到没有 OK 成功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给他也做个次文章 是谁谁谁修改过 那么在这里做 我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这一段 这个他做成变量了 对不对 我们这边要这么做 好 应该写在哪里呢 应该写在这一块 是吧 没有update 只有rs括号 g up gte up什么 name 是吧 到数据库里看一下吧 我也记不得了 对的 还有一个update 对 或者他update 等于空的话 那么 把这个拿进来 直接取就行了 自己把它搞明白 这很简单 不需要我再多 多费口舌 看一下错误提示 缺少认 这个行 缺少认 if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应该用and吧 还是 oh 我看上面用什么的 上面我们用and 就是and 两个必须同时 都是空 在那 好 子文呢 由小甜甜修改过 小甜甜 应该也来个p吧 p class 等于 update 是吧 这样子就好多了 此文章 由小甜甜 与小甜甜 什么修改过 错了吧 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 date are date ok 此文章 与小甜甜 与2007年 20点42分25秒修改过 ok 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 归仙人 归仙人活蹦乱跳的 这次给他换一个 归仙人 123456 8406 ok 点进去 好 归仙人这边可以修改 点一下 我不要这个了 换一个 好 看到没有 是这张图片 然后这边显示 此文章由归仙人 于2009年 7月22日修改过 ok 解决问题 大功告成 好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今天进入 第3.7版本了 其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没想到 这个小问题 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没关系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设置 积分 现在我这么 我做了一个 这个规定 发帖人 怎么样 可以获得三分 回帖人 可以得 获得一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字段 看第一个 在会员表里 添加一个字段 记 accropt 对吧 用来计算积分 ok 点击 因为这个是 access access数据库 所以这个有个问题 非常麻烦 你要自己去给它 你现在有很多数据了 你刚刚才建的一个东西 他那个没有默认值 非常讨厌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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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 不在这里 在哪个表 会员表 会员表 g account 对吧 然后是什么 数字 会员的个人积分 ok 关闭一下 有了 然后双击它 你看啊 因为是刚建的 所以是零 其实它默认值是零 对不对 刚建的是空 所以我这边呢 还是挺熟练的啊 好 先全部都是零了 每个人都是零分 那么先不着急 让它先怎么样统计积分 我们先显示每个人的积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显示 很简单 如果是楼组显示的话 在下面就可以写了啊 嗯 阅读 在 在在在哪边 好 这边加一个 dd 好 class等于 A 外面倒车 请注意 不管它啊 好 等于 等于呢 我们这边要做一个什么呢 它这边地方说 取数据 取数据 对吧 我们再取个数据 过来 如果有数据 我取个积分 account 等于 rs 破号 g account ok 拿过来 放到哪里去 这边 它是个变量 好 看一下 楼组应该有分了 哪里错了 少一个百分号 零分 这边应该这么写 总积分 总积分 来个strong 我就懒 算了吧 还是不要太懒了 我打开css了 我刚要行类型 这个是art art c ald 找到了 是dd下面的一个strong strong 我们来个橘红色 f500 橘红色 好 总积分 零分 后面加个分 好吧 加个分 分 ok 零分 零分 多残忍 对吧 太残忍了 把这个拿一下 拿到下面了 加上去 他们呢 这个就不能写cross 因为它是通过这里来的 所以应该这么写 通过数据库循环的 g sdc umt 应该这么写 不存在 不存在 怎么会不存在呢 看一下 看一下 对的呀 230行 230行 好 如果私密书不存在 看了啊 这边可能有问题 它是怎么说的 如果是这么取啊 哦 是rs 什么 2 所以这边呢 不应该这么写 这边的rs 是循环的谁啊 循环的那个文章啊 大家搞清楚了啊 回顾一下 因为代码写了越来越多 会乱 所以你这边要这么写 叫 回帖的积分 等于rs 2 不号 g a c c o u n t ok 拿过来 等于 啊 跟不上的同学 没关系 听到视频 一点一点的把它搞懂 因为我 前面的代码 我头脑非常熟悉 所以我没什么的 可能你看我这么这么 一弄就弄好了 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回事 对不对 没关系 一步一步来 就像我以前 我去年 看的一个 谁的 那个java的 oa办公自动化系统 我听了两遍 我第一遍也是听了 晕头转向 后来第二遍听的时候 也是一点一点来 那么一个整套的 oa系统 我就搞定了 对吧 然后加入我的贝克行列 那我就可以讲给其他学生听了 对吧 所以你不可能说 一变下来 就全部搞懂了 不可能 天才 好 行 零分 零分 全出来了 零分 现在呢 这样子 我要 发帖 我来测试了 发帖 发表一张帖子 是三分 回一张帖子 是一分 比如说我用延日 发一帖 然后再回一帖 它应该是四分 对不对 OK 8454 在这里 点击 我要发帖了 对不对 我随便发个 发个什么内容 随便发个内容 好 然后它添加到 post这张页面 打开 那个post的du 这张页面 这样子才能够 什么 发帖 那么发帖 这边 这边说 文帮文章 发表成功的 之前呢 它这边是这么写的 什么最晚 最早 这个是做什么的 新增了一条 它的时间是最晚 可以塞取到 这个文章的ID 直接回去 的确 这是 这是新增数据 对吧 这是新增了 新增了之后呢 好 在这里写啊 大家看 文章新增了之后 给 新增 成功 之后 给 这个发帖人 加 加什么 加 加分 加分 那么我们看看 呃 加分 那么这到底要加几分呢 大家想一想 对不对 加几分还不太清楚 我们先给他 我们看看 这个是 发 呃 主帖量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 post 是post due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看 那个回帖 是回的 是回的哪张页面 是repost due 有没有看到 打开repost 的due 啊 这是回帖 回帖 这是发帖 这是回帖 所以发帖 加几分啊 三分 OK 那么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边呢 习惯性的加个这个啊 只要是累积的话 你都要来个锁定 比较好 这个这个applicton啊 读起来 让它可以拼出来 unlock 那么 修改 比如说 skill 等于 update 对吧 那个哪张 g user 然后 set set谁啊 g acc ont 等于 本分 就是它自己 acc ont 加上了3 对吧 自己再加3 不就行了吗 然后查找到g usename 等于 单引号 双引号 哎呀 双引号 连接符 连接符就是把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谁啊 usename给拿过来就行了啊 usename 好 然后执行一遍 c c t 和号 跳 OK 执行完毕 最终 加3分 我们看看能不能加到啊 文章发表成功 大家看到没有 几分了 3分 OK 它加了3分了 看一下 3分 OK 现在我要做回帖了 我点击它 我给它做个回帖 然后它能变成4分了 对不对 那么在 repost due 把这一段复制一下啊 回帖成功后 累积评论数 累积评论数成功后 直接放里面去 就不要了 加1分 好 回帖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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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分 那么这个 这个usename是不是啊 gid啊 它用的gid 我们看usename有没有传过来 usename是传过来的 那么用usename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对吧 OK 成功后 来看一下 回帖 回帖成功 4分 OK 做好了 再回帖 就是5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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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发表一个 发表一下就是8分 当然 以后还有管理员操作扣分的 那个以后再说 8分 看到没有 我先把删了 这功能做好了 好 这边开始 当然这个三调 它并不会把分数扣掉啊 因为这这个 我在数据功率三 根本就没有减它分 所以他现在还是把分啊 注意了啊 其他都是0分 看到没有 只要他们回帖和发帖 就会得分 明白了吧 OK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边了 那么最后 三连七版结束了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张老师 李杨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精妙.com 我的博客 hi.百度.com 李杨辉 谢谢大家 再见